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灵一成为灵王前 你不可亲自动手 否则 只你一个人会祸夺子 老东西 想让我当灵一的魔刀使 就别怪我把刀磨断了 反应倒快 就算我不出手 你也会死 师父 灵一已经消耗太多灵力 你想和他较量 换个时间 弟子之间的事 请前辈不要插手 我偏要插手 你能如何 走了 我这把武器可是黄奸高级 前辈说碎就碎 不给个说法 杀我徒弟 非你武器算轻的 灵一 你没事吧 周不正没救回来 我在这儿 其实我叫周恒真 大头儿 你一点也不意外 不然你以为 张老们为什么不收他为徒 来 跟我坐 深吸一口气 缓缓吐出来 全身放松 他们 睡一觉就好 对了 我的口机好了没 老大 你推我干嘛 老大 头都撞痛了 你变化太大 我们醒来 老大 你不能因为我是女孩子 就不要我呀 你压他伤口了 老大 我不是故意的 要不 我给你重新包扎 你可别添乱了 小若兰给这小子包扎费了劳劲 要是弄个不好还得麻烦人家 还有你 一婚就是三天 小若兰都通过炼器风考核 成欧师弟子了 真的 我就知道他能行 吃完这顿 你们就去执法堂 小若兰已经进去了 贺清风没事 他杀了那么多弟子 小若兰一人扛了 放心 待个七天就能出来 三位总算来了 你是谁 执法堂的大队长何奎 你们会由何队长亲自负责 人交给我 不耽误两位巡逻了 林业 听说你在入门试炼重创李万钧 又在药房除宽管室 连练器风的欧师也对你青睐有加 不过来了这儿 过场还是得走 配合一下我的工作 好说 好说 走那边 你个孙仔 敢让我老大钻狗洞 实在对不住 这是咱执法堂的规矩 必须钻狗洞 简不得担待 老大 钻狗洞是执法堂的规矩 但我这儿 规矩就是用来打破你 这儿 规矩可没那么容易破 第一 你名头太小 想必钻狗洞也比常人快吧 哈哈哈 走吧 队长 他们进去了 打开机关 词曲 李宗盛